大家好 歡迎大家提及這個影片 我是魯惟 今天王國之類有最新的爆料 王國之類點藏牌的畫冊 整本在網路上面流出 因為是非法流出的 所以我在這個影片裡面 沒有辦法秀出來 大家在網上搜尋 Tears of the Kingdom Art Book Leads 就可以看到很多相關的圖片 這些圖片告訴我們 王國之類的劇情 很有可能會出現時間旅行的橋段 畫冊裡面出現了兩種年紀的普爾亞 有超老的Lumi 年輕的多雷帆 好像芝夢島小朋友時情的林克 以及好像長大的齊爾 再加上之前遊戲預告裡面 林克在一個大石頭上面上升 還有在打怪的時候 把鐵球打回原處 於是我們可以推測 新的王國之類裡面 會有時間旅行的劇情 在整本畫冊裡面 完全沒有出現 好像曠野之息一樣的神廟 裡面有好像天空上的建築 天空上的城堡 有好像御天之劍裡面出現的海盜船 其中一張圖片是解謎的機關 這個機關看起來 不像是在神廟裡面的感覺 反而有一種像御天之劍一樣 有大型迷宮的集市感 看起來新的遊戲 沒有像曠野之息一樣的神廟 應該是比較大型神殿的感覺 如果是這樣的話 大家會期待這樣的改變嗎? 畫冊裡面還有好多新的套裝 新的面具 有好像南美洲慶典的服裝 有Lumi主題的服裝 還有大家在遊戲預告影片裡面 看到了林克穿的衣服 薩達探索的衣服也出現了 看起來薩達公主真的剪短髮子 最吸引人的是有一個鳥嘴的面具 還有飛行衣 整個飛行衣好像有很多羽毛的感覺 之前遊戲預告中 林克好像直接從空中跳下來 可是爆料裡面有飛行衣、飛行面罩 不知道林克可不可以像利巴爾一樣 因為身上有穿這種羽毛的飛行套裝 就直接飛起來 流出的圖片有新的NPC 新的魔物 之前出現的魔物也有各種的變形 頭上長出各種不同的武器 我們在遊戲預告裡面看到的 石頭巨人上面 佔著波克布林的組合 在畫冊裡面也有出現 有各種生物的設計 有魚、青蛙、鶴啊 以及各種滑翔翼的設計 其中佳農的樣子 不像之前的樣子 之前佳農好像蜘蛛一樣有很多腳 這一次的話感覺比較像人 在預告裡面聽到有類似佳農的聲音 不知道這款遊戲裡面的災惡佳農 會不會真的開口說話 最後在玩曠野之息的時候 我老婆抱怨林鶴的家很簡陋 看起來新的王國之類裡面 林鶴的新家有更新了 變得美多了 以上就是這次的爆料內容 看起來點藏版很值得購買 快去預購吧 很可惜沒辦法真的分享流出的畫面 再過幾個月 我們就可以一起來玩新的王國之類了 感謝大家收看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也歡迎幫這個影片按讚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